老师今天大盘进入连叠的第九天 未达四千亿的第十一天 究竟该如何保持赚为上策呢 所有的答案就在今天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8月17日 台股开盘呢在16841.2K连9K 台股走势呢和国际股市呢 现在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啊 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哦 也是内忧外患的部分 而在昨天呢美股表现分歧 四大指数呢收盘涨跌互建 那也由于中国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呢 不如预期 使市场呢来担忧全球的疫情当中 复苏会不会来进行放缓 那也加上呢阿富汗政府来进行了一个垮台的政治风险 也令投资人呢来观望金融市场中的影响 而在能源呢和金融股的领跌之下 美国的四大指数早盘全面开低 所幸呢在苹果 以及呢我们带领龙头股 FAANG全数的来进行上涨之后 推升了我们道琼还有标普500 再创历史新高 由黑翻红哦 那中场呢分别是收在了35625点 以及呢4479点 而台股的外患呢 其实不外乎就是费城半导提指数了 在昨天呢也同样是下跌了 中场呢收在了3322点 那究竟呢这些对于台湾的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旺老师 主持人你好 同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专业哦 连尖雅谷都知道 是嘿 那个今天的大盘在盘充预估的时候 只看到不到还不到2000亿 那时候心里就在想 那最近来讲的话都受到当充这个话题所引导 那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从8月3号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台股的成交量都低于4000亿以下的 但是呢什么时候开始有4000亿以上呢 反而是在4月29号我们台股有下跌的那个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帮大家做一个基本上的回忆动作 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4月29号还记得吗 4月29号是我们台股的一个新高点 那个时候的新高点 当然不是用现在的新高点 但是从这个新高点下来的时候 幅度这样下来的时候 各位 这个是5000多亿哦 然后一路下来都是在5000多亿 4000多亿哦 然后一路到什么时候呢 超过4000亿以上的时候一路到了8月2号 到了8月2号 我们把这个放大 到了8月2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有4300多亿哦 然后到8月3号就不到4000亿了 那不到4000亿就一路到今天 都11天都没有到4000亿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在想 会不会是我们的那个当冲的税的这个政策所影响 那我想这个地方的影响也是会有的 那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的涨跌幅是7% 是 是7% 那从2015年的6月1号开始 那我们就改为了10% 那当然这个时候的10%呢 比之前的7%要多了三成 这个三成听起来好像很小 其实是很大的 非常的大 尤其是对于融资的这个的影响力更是大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声音反而是什么 很多投资朋友都是说 7%我都输得很惨了 那现在政府要变成10% 难道是要让我 要让我亡吗 这个题外话 但是呢这个是为了国际接轨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这样的做的话 外资可能就真的要逃了 真的要跑掉了 所以为了国际接轨 我们的台股一定要这样子做 但是各位记得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当冲降税的问题 还没有 一直到2017年开始 有这个消息 对有这个消息了 然后从2017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台股就一路盆波发展 2017年 最 涨得最凶的 各位还记得吗 被动元件 就是被动元件的 它就跟过年一样 一路涨上去 一路涨上去 好 那现在 一直到现在也经过了三四年了 那最近呢 当然为了税收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财政部 都有去研讨说 那这个的优惠 到底要不要再继续 那当然对股市来讲 很多赞产都希望越久越好 越长越好 那很多人也会想说 如果说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进出的这些状况 没有经过一个基本面 一个逻辑上去衡量的话 那会不会让我们目前的台股 那受到了变成投资 变成投机的这种感觉 那以我个人而言啊 当然我也比较希望的是 我们台股的盆波发展 而不是税金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都是因为税金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当初他们有降税的话 本来的教育税是千分之三 然后当天的当初会变成千分之1.5 等于优惠了一半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只要赚到几档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获利了 这个对于一个常态性的当初 当初贸客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动作 那现在要去做一个衡量了 衡量什么呢 要不要再继续 所以说现在就有另外一个话题 干脆呢 是不是可以延长5年 可不可以延长5年 那这个话题呢 那我相信政府他们也在做一个 经济上的一个思考的动作 那很可能以后就变成两派人嘛 哪两派人嘛 一个只做一天的 一天进出 一个是做两天以上的 其实这个当通税的部分 它也是相对来影响的就是 有一些投资朋友们 比较喜欢做短线的操作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的话 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是 因为目前今天的话 是日可以拉了 已经第九天的黑了 大家是不是在想说 会不会再拉第十天的黑呢 这个会拉几天呢 我们去当做茶余饭后聊天 我觉得这个都OK 但是不要真的在台面上去跟他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力道 不是我们去用意念 可以扭转乾坤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今天的盘势 该不该进场 该不该出场 我觉得我们身为投资人 最重要的是这一块 所以呢各位 其实在这个事情之前 我就已经有做了 这样一个防范动作了 否则我的个股 不会在8月4号跟8月6号 我就把我的那个电动车全部卖掉 各位你知道吗 8月4号跟8月6号这个之间 是我们大盘的第二次的下跌动作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第一次是7月15号 我把这个放大 第一次是这个7月15号 然后7月15号一路下来 下来到哪里了 下来到7月28号 就是这个地方 我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7月28号我也有进场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然后它一路下来 下来的时候 这边有1000点之多的下跌 然后就从7月28号 拉了一个下影线 这么长的一个下影线 然后隔天就一路涨上去 那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是最后的一天的红K 是8月4号的 8月4号 那8月4号 7月28号到8月4号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我发给我 会员的原始的line 我发给我会员原始的line 这个是无法造假的 无法造假的 所以各位 这个是7月28号 星期三 在9点26分的时候 我请我的会员呢 挂价216元买进 5299的竭力 5299的竭力 那在今年的6月18 各位可以把我6月18的带子 调出来看 在6月18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大力推荐 MOSBIT 然后我还跟各位讲 5299 那不晓得那个节目的当天 你有没有相信我的话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7月28号 然后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8月4号 8月4号 在11点35分的时候 我这边写赚为上册 5299竭力247 获利出场 目前已拉回 我们择日再进再赚 现在它要下来了 我一定要把它卖掉 以后再进场就可以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竭力呢 依旧我还在注意它 我还在掌握它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5299的节力 各位 这个是7月28号 对不对 这个是7月28号 8月4号在这里哦 在这个地方哦 我还告诉大家说 我为什么在8月4号卖 是因为前面这几天 都留下了上影线 所以呢 我认为主力呢 他在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他已经要往下了 我就讲各位清楚吗 因为那个拉高出货 在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呢 他就是要往下 但是这往下的力道 我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本来主力他有做一个 就是出场的动作 但是我发现后面呢 后面是谁出的比较多 我反而觉得是茂克 当冲的他作业比较多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 那个当冲的讯息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 又会影响到其他的个股 那其他的个股 我们待会再看 所以说 节力从8月4号 正式就一路下来 好各位 一个产业 当你很熟的时候 一定是 这个产业里面的强势的股票 都会在同一天 我讲的是同一天 做一个同步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这档个股 我们看一下4919 新糖 各位 这档也是一样 就在这个地方的8月4号 就一路下来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3526的反甲 这个也是8月4号 所以说 当我在卖掉节力的时候 所有的 我不敢说每一档 但是只要拿得出 在台面上的电动车概念股 都是在8月4号 大幅的下来 大幅的下来 然后在8月6号 我又卖掉两档的电动车 一个是康普 一个是美琪码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8月4号 然后8月6号的时候 8月6号的时候 10点48分 4721的美琪码 挂90.9获利出场 4739的康普 挂125出场 我记得那个时候 它最高来到128 我们来看一下 康普的话现在目前 是来到了105块 好 我们看 4739康普 各位 这个是8月4号 8月6号在这里 从这个地方上去 的最高点 128 就是8月6号 8月6号我把它卖掉 各位 如果我没有卖 卖掉它的话 每一天的价位 都比每一天低 所以我卖的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产业 你对它不了解 你不太可能对于 这么多档个股 它的进场点跟出场点 你抓不到 你绝对抓不到 那如果说今天 你了解是一档个股的话 但是如果说 这个产业的强势个股 它没有做一个 同步涨跌的动作 那你只是去了解 你这档个股的话 其实你受伤的机会 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一个 标的物可以去看 那你只会对你手上的 这档个股 每天抱着 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就是我希望 它每天都要涨 每天都要涨 结果呢 就没有涨 就没有涨 那没有涨之后呢 就会想说习惯 为什么其他的都有涨 就我自己的没有涨 所以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那就是因为 你对整个产业的龙头 跟领导 跟那个领头羊 你不晓得是哪一些 所以你只关心你手上的 其实这个方式的操作是 不太对的 既然是一个团体 它一定有两个最重要的个股 第一个就是股王 这个产业的股王 第二个就是这个产业的领头羊 但是常常这个 又是股王又是领头羊 常常都会落在 同一档的股票身上 所以说当你了解 你要买进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领头羊 跟这个股王给揪出来 你才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手上的股票 现在是要报还是要卖 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 在8月4号把我竭力卖掉的时候 那新唐呢 还有就是那个樊甲 他也是在8月4号就下来的 那8月6号的康普 跟那个美琪玛 那美琪玛为什么会那么飙呢 我也去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康普没有那么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现在康普它是往下的 但是我在节目上跟各位讲过 美琪玛呢 它会往上 各位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个节目应该是在 上个星期四 我说 那个美琪玛它会往上 那我会往上的原因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小秘密了 什么 今天我们在看一档个股 出了大家会去看它的基础分析 跟基本面以外 那还有一个最地方就是龙之龙卷 对 就是龙之龙卷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它会往上创新高的那一天 正好它的龙卷是增加的 所以它可以从龙卷的增加的开始 就一路到今天呢 再创下新高 所以各位 这是一个把戏吗 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这么说好了 或许投资朋友都不太了解 龙之龙卷的那个 到底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 或许呢 你对于龙卷放空这两个字 你会觉得很不感兴趣 但是你可以不要去放空 但是你要知道 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我要做多一档股票 我不是说我啦 主力啦 公司派那一些的 那当他在准备这样的一个 操作规划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在放空我的股票 你觉得我会好好对待他吗 因为他是我的仇人啊 不会 我要做多他要放空 各位 你觉得我会去放过他吗 我当然不会放过他啦 那我凭什么不放过他 很简单 我比他有钱 有钱就老大 对 我就是有钱 我就是任性 对 那他要放空 我就继续拉 继续拉 然后呢 我还会在这个地方 适当的什么 适当的呢 好像给他感觉 我要跌下来了 然后这边留下上影线 然后第二天一开盘 我就直接开高 我让他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在上个礼拜 是我跟大家讲 他会创新高 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在他的技术分析里面 在他的那个状况之下 我发现了 他的龙卷是增加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那放空 那个美其马的 可能都会吃到苦头了 那因为美其马有 但是那个 那个康普他没有哦 所以他跟那个美其马的走法是 相反的哦 是相反的哦 因为康普没有龙卷 所以各位 假设 你现在手上还有股票 还有股票 那你的股票有涨的 涨很多的 这一期三天涨很凶的 你去查一下 他是不是在龙卷增加 如果是 我建议各位 当他龙卷减少的时候 你再做一个分批出货的动作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因为现在目前还在盘中哦 所以如果大家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不会做这件事情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拿起 你的手机来扫描 我们萤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是输入账号 94888VVIP哦 因为待会呢 如果有加入到LINE里面的话 雷光老师会亲自的帮各位呢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都 一个一个的来做一个持股的见解 此外呢 也要拜托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麻烦各位 在加入LINE以后 自动自发的来留下LINE好不好 因为现在每一天都有大概700位的 这个LINE好友等着我们要去处理 所以要麻烦各位 就是在加入LINE以后 94888VVIP以后 一定要记得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非常的重要 好那接下来呢 其实非常多人一定会很好奇 那刚才其实我们有特别提到的是 电动车的概念股 这几档的股票都走完之后 老师很多人说大盘现在已经是逐渐在走上一个空头的一个局势了 还有包含是现在昨天的话的部分感觉主力好像是停靠在钢铁或者是我们航运 但是航运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又下来了 所以现在到底主力是停留在哪边 然后大盘是否是空头呢 目前我们的大盘应该是没有主力是没有动手的 是不是不太敢讲因为现在在盘中 我是不是有点太逼你了 我换个角度讲好了 是 从8月4号到现在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主流在台面上 那既然没有在主流在台面上 就不会有一笔充裕的资金在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那这个对于整个经济市场是非常伤的 打个比方就好像 不管你家住哪里 或者是说我们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 当我们被三级警戒的时候 任何一个市场的人应该都没有 各位了解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呢就不行了 就不行 不行到那个市场去做一个交易的行为 那目前我们的大盘 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动作 虽然看着美股一路创新高 旅创新高 包括纳斯达克也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的台股就是跟他做一个背离的动作 然后呢我们的台股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第一个 目前没有一个产业是主流出来撑场面的 应该说是很多的都有在进行停车的动作 也就是所谓的parking 就是我们到一个产业parking一下 然后又到另外一个产业再parking一下 但是目前显示上面 台面上面来看 没有一个确定的主力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均线好了 各位现在看的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五日线 这个是五日线 我把这个取消 各位现在看的这黄色是五日线 我们就从这个8月5号这个地方下来看 因为8月5号是我们的大盘第二次往下跌 第一次是7月15号 那一直都在五日线之下 一直都在五日线之下 然后这五日线有没有撑住呢 没有哦 从8月5号到8月这三天 没有一根 没有一个是红K的哦 没有哦 所以就看不到它撑住 那我们再看第二条线好了 第二条线 其实如果懂的投资朋友们应该就知道了 我们在昨天的话也是跌破了半年线 半年线没支撑了 好的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去哪里 就往下看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月线也没有 那我们再往下看 一个一个往下看 这个是季线 季线稍微好像还有一个拉一个下影线 但是隔天呢 隔天并没有在这个季线之上留下 留下任何K线符号 没有哦 隔天是在季线之下哦 所以各位 假设你对基础分析 假设你对六条均线的操作模式 假设你对于这些的定义够了解 请问当你看到这样子都无防守 无支撑的状态之下 你认为你会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吗 除非你是看价进场的 除非你是看价格 你很喜欢明白着 明白着话说我呢 因为他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其实紫纱这个呢 也算是 我们算是股市的小白 那我们在看所有的一个股市 还有包含各国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专门在看我们股市奖国策 投资朋友们应该都有发现 老师一直不断地强调 究竟呢你这一支挑选这个个股 你这个标的是不是所谓的强势股 那就要拿来跟大盘做比较 千万不能够只看价钱 你会觉得说到最低点了我就加入 结果就真的给他一个错杀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但是要如何的来检测手中的持股 是否为强势股呢 加入我们的LINE 94888BVIP 老师本人来帮各位拿来做一个见解 持股的见解咯 那接下来老师除了这个季线没有支撑 好季线它没有支撑 第二天就直接在季线之下 我们再看这条好了 半年线 各位 现在这条是半年线 这个是昨天的 这个是昨天8月16号的 那8月16号还在这个地方呢 留了一个下影线 但是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最低目前已经来到 116657楼 各位 我们往7月15号来看 这个是18000点 34点我们就先不用考虑 我们就看整数点好了 从18000点到目前我们的台股 今天最低是 11657 116657 在这个地方也跌了2000点之多了 好 那我们推到前面 什么前面呢 也就是4月9号的那个时候 各位 这个是4月29号 4月29号 这个地方 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2500点左右 所以呢 假设我们 以一个大的形态来讲 大形态 不要用小形态 假设 4月29号 4月29号 到5月17号 最低点 15159 假设这个地方 是属于第一只脚 我这样讲清楚吗 你应该听得很清楚 以大形态来讲 假设这个地方是第一只脚 而这个地方下来 如果 会形成第二只脚的时候 再看一条线 各位现在看到 看到这边有条线 叫做粘线 就粘线了 已经是最后一根了 对 这个最后防守了 最后一根稻草了 对 好 这个距离这个地方是很远的 是很远的 我把这个线做一个取消的动作 这个地方距离是很远的 前面的这个2500点 也没有碰到 所以假设这个地方 如果形成了一个大形态的第二只脚 就是我昨天跟上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的 各位 那个的买点是最佳买点 好 那在这边呢 因为节目真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知道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 在看我们像是节目也好 或者是一些电视也好 大家最好奇的一定会说 怎么你们全部都说后话 现在呢已经日K拉了第九天的黑 你才跟我说 它现在要一直跌了 要看什么第二只脚 那前面的时候 我们到万八的时候 你们跟我们说 很有机会会上看两万点 老师这你怎么看 OK 第一个 如果你能够像我在八月四号 就能够看出来 它会往下跌 而在八月四号 跟八月六号 你把电动车全部卖掉 不要说你卖电动车啦 你随便卖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呢 你就是静静的看 乐观以待 我相信呢 你在等待的期间 你是高兴的 为什么呢 你高兴的是那个买点 因为你高兴的是 你的资金绝大部分都卖掉 甚至你是空手的 你高兴的这个 我在买的时候 我有一笔资金 我可以多进场 而不是我整个资金 全部在股市里面 我动弹不得 这个是最大不同的地方 还有也要提醒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大盘的走势 跟各位手中的这个持股 其实也是相对来说 非常大的关系 即便我们大盘可能一直跌 但是如果你手中 这强势股的朋友们 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如果你会害怕 一直担心 为什么我大盘 还一直不突破新高 那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一下 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出了哪一些些的问题 那如果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到现在还不知道 还在盼望着 我们大盘是否可以在这个 短时间之内 冲上一个新高2万点的话 那我真的是要希望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麻烦大家帮我们加入LINE 或是扫描我们 萤幕上方的QR Code 帐号是94888VVIP 记得在加入以后 一定要留下各位的手机号码 我们会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 来协助各位做持股的见解 雷冠老师本人喔 好不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 哇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个股 想要跟大家介绍 但是 时间真的是不够了 所以有一些间的个股呢 会留在明天的节目 来跟大家一一的来做解析 分享的动作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谢谢我们雷冠老师 谢谢实在 谢谢投资朋友 那也要提醒周围的投资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 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小铃铛记得打开喔 股市战国策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